大家好 我是Edie 歡迎回到Live Journaling 我都知道大家在家裡很悶 所以這段時間大家應該都是經常播劇 看Netflix 所以今天我就想推介一套 Netflix裡面有得看的系列 還有很想值這個機會 可以畫Speed Painting 我想推介的就是這套BBC拍的Sherlock 其實這套都出了一段時間 不過再看一次的話 我自己也有很多特別的感受 如果你是沒看過的話 真是極力鼓勵你去看 如果你已經看過的話 你就可以聽聽我的分享 這套劇把福爾摩斯Sherlock 拍到成為一個非常高智商 非常聰明的一個角色 基本上他看著你兩眼 就知道你來的目的 找了什麼事 以及幫你解決了你的問題 但相反他在情感方面 就非常之遲鈍 而且一向都是獨內獨磅 根本就不需要任何人 直到Dr.Watson成為了他的Roommate 之後他們就有很多合作 一起去破案 每一集都是非常精彩 都是一個很精彩的案件 那我就不會在這裡劇透 每一個案件是怎樣 但我想說到 來到第三季的時候 去到第二集 是我最喜歡的一幕 所以我都選了這一幕來畫出來 這一幕有別於之前很多集 他不是一個個個案件 反而就以Dr.Watson結婚這件事 來做一個主線 好像散散修修地說了很多 他們一起破的案件 當然到最後你就會發現 其實每一個scene都有關係 不過我自己最喜歡這一集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描述了 Shelot和Dr.Watson之間的友誼 這個也是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因為Shelot太厲害的關係 其實他根本就不需要任何人 幫他忙 或者成為他的朋友 電視裡面甚至很多次說 他覺得情感是一些阻礙他的事情 但是一個經常壓抑情感的人 不代表他沒有感受 或者他不需要情感 其實只不過是他沒有注意到 又或者一些部分未開發 就好像當Dr.Watson問他 你要不要成為我的伴郎的時候 他整個人呆了很久 很久很久很久 他從來都不知道怎樣成為朋友 亦都沒有人會這樣去看中他 所以當有人願意這樣去問他 告訴他 他是他生命中一個很重要的朋友的時候 他真的完全呆著了 有些人會說Dr.Watson和Shelot很有基情 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有試過有一些很親密的好友的話 你是會絕對明白他們這種關係的 我自己一直都是有好幾個朋友 我一直都覺得這種相處方式其實都挺好的 他們很好 我們都會有說有笑 經常都會約出來 但是直到後來我認識了另一個朋友 這個朋友他跟我說 我是他2.5個好朋友裡面的其中一個 當我聽到這些說話之後 我覺得很震驚 我從來都沒有試過在別人的生命裡面 成為2.5個裡面的其中一個 慢慢這個朋友就變得非常之重要 但是當一個人在你的生命裡面 變得非常之重要的時候 你就會很害怕失去他 就好像Shelot一樣 就是因為他害怕失去的時候 他會變得非常之痛苦 所以慢慢他就將自己的情感封閉起來 不再建立這些那麼親密的關係 我們以為這樣就可以好好保護我們的心 在我跟我那麼close的朋友這段關係裡面 我也都慢慢更加認識自己裡面的人性 例如我從來沒有試過覺得自己 是那麼attention seeking 或者安全感那麼不足 當我覺得他好像想拒絕我的時候 我就會很反彈 因為我覺得很不安全 我不知道在他心目中 他是不是一樣好像我這樣看他這樣看我 而我知道這些都是源於在我小時候 或者我在我成長的過程裡面 其實很多的關係都是這樣失去了 我覺得好像沒有人會一直這樣去愛我 覺得自己好像不值得避愛這樣 這些越親密的關係就會越幫助你發現 你個人有一些障礙 其實從來關係都是需要take risk的 是有危險的 是有危機在這裡的 而且我們都要好好處理我們過去的經歷 然後才不會將那些的經歷去帶到我們現在的關係裡面 所以當我學會let go之前的關係 好好地去原諒那些曾經令我受傷的人 慢慢我就可以好好地地對待現在眼前這個人 我亦都可以比較客觀地去看他究竟是怎樣對我 而且好好珍惜現在我們這一段的關係 學習相信其他人其實已經在用他最好的方式去愛我 只是有時我未必去感受到 這套劇好看的地方就是因為見到一個本身冷冰冰的人 願意因為一個朋友而慢慢軟化起來 如果Shelot都因為太害怕受傷 又或者Dr. Watson沒有很竭力地去表達她的關心 和她對Shelot的重視 我想我們就沒有這一套戲看 而且他們都會錯失了很美好的關係 不知道你對我剛才分享的東西有沒有共鳴呢 如果是有的話 你都可以不妨跟我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又或者有需要的話 我們都可以私底下聊聊天 互相分享一下大家不同的經歷 那我順便都講一下我畫這幅畫的一些技巧 那這幅畫是用Grash畫的 我首先起了稿 然後再慢慢上色 畫Grash的重點就是要由背景看 然後再開始畫 不需要我太過考慮淺色或者深色的問題 但是人的臉我就用了水彩去畫 因為我覺得比較容易控制 而且顏色也是比較貼近我想要的效果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一類的speed painting分享呢 其實最近我都看了很多電影 如果你們是喜歡的話 我下次都可以拍下其他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給個like我 有什麼想跟我說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還有follow我這個channel 按旁邊的鐘仔 就可以馬上收到新片通知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